请一个外国人来 只要他愿意为我国服务 没有什么问题 像新加坡、美国这些国家 也大量地吸引外国人才 这个不代表说 外国人就会变成美国总统 或者是外国人变成新加坡总统总理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经验 其实本地人在过程中也会收回 他跟一个外国人一起工作的话 他们会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ideas 我是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吸引外国人才来 但是本地人的接受程度是怎么这样 比如说Mask的请一个外国的CEO 都搞得非常好 马航亏损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 所以过去我们已经尝试了 那么多次都不成功 不如尝试找一个有成功经验 在外国把一个亏损的公司 一个亏损航空公司 变成有盈利的人来试一试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事情 可能某个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安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 以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角度 这个是谁有能力把这个公司打理好 谁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像马来西亚也会想要吸引外国人才 在这些沸沸朗朗的抗疫症的后面 其实政府也知道 其实吸引外国人才是一个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想要吸引外国人才 你觉得吸引外国人才是一件好事的话 那你对本身的人才去其他地方 你又持有双重标准吗 我觉得好像有点 另外一点的话 比如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有一件令我觉得蛮欣慰的一件事情 最近几年我觉得政府在制定一些措施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们好像比较有那个倾向于 像国外的一些专才去征询意见 比如说他们会像Volbank IMF 然后或者是一些国际知名的学者 去征询一些意见 让他们去写一些report 然后给他们一些意见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一个开始 就是我们的政策上面的话 可能能够更跟国际接轨 然后能够听取国际最适合的那些建议这样子 当然我会希望说 他们不只是只是向他们拿 就是让他们写report这样子 然后还是会真正的去 从那个report上面得到一些policy 然后真正去实行这样子 当然国家未来的发展 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一些部分 如果是单单以财政方面的话 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 政府能够更能够减少各方面的那种不必要的开支 然后像如果招标这些东西能够更透明化 然后能够有更有效的方法来避免 像国家记察师所揭露的各种 像那种不应该有的那种浪费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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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